歐盟最高公務人員延遲近一年的訪華之旅終於成行 在這次期待已久的訪問開始之際 波魯塞爾和北京之間的分歧看來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大 歐盟外交與安全政策高級代表兼歐盟委員會副主席博雷利10月12日至14日訪問中國 並與中方舉行第十二輪中歐高階層戰略對話 彭博新聞社說從星期四開始為期三日的訪問之際 歐盟正面臨一項微妙的任務 抵制對歐洲公司公平競爭不利的中國政府對其企業的補貼 同時還要努力防止歐中總額9000億美元的貿易往來演變成貿易戰 彭博新聞社說哈馬斯對以斯利的致命襲擊 亦可能為中歐戰略對話蒙上長長的陰影 因為至今為止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對哈馬斯 造成幾百名平民死亡保持沉默 而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 將這次攻擊斥為最卑劣形式的恐怖主義 報導稱北京未能譴責哈馬斯使中國 和歐盟在多年來的第二次重大衝突中站在對立的兩面 習近平在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後對俄羅斯的支持 已經成為中歐關係終越來越頭痛的事 歐盟高級官員上個月警告中國 對烏克蘭戰爭的立場正在損害歐盟對中國的投資潛力 我稱它為可畢奧 通知大家 我是為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